各位大佬好,我是Wagis,歡迎我們來到羅馬的全面戰爭 羅馬2 進來的時候,我也知道我以前曾經說過羅馬2 但好像我上次的影片一樣說過 三角最近真的越來越少人玩的 如果想看多些全面戰爭的內容的話 我就可能要開始說羅馬2 那我就在想,羅馬2在哪類比賽比較好呢? 其實就是羅馬2在全面戰爭系列裡面 攻城或者城鎮戰是做得最好的 所以我這次就會用防守城鎮,但不是城池 因為城池通常是城牆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因為我玩防守戰的時候 我比較傾向於進攻 變成這些防守戰也是很好看的 好,開場之前我們先講解一下 我現在選擇的是這個蠻族的派系 中文我就不知道叫什麼 但是是這個綠色野豬 對面呢?大家應該都會很清楚 這個是士巴達 那一開始的時候,羅馬其中一件事也做得很好的 就是它是 那個早期的deploy zone 是包圍於整個城市可以360度去攻擊的 當然,大部分攻擊的時候 你會選一個地方去進攻 那我的對手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兵力就集中於這一部分 那在離遠呢,我們可以看到它是有三隊的劇兵 那一會兒就會看到,我會講解一下我的戰術 但是呢,留意到一件事就是 對手是選了這些,都不算是攻城武器的 但是是一些遠程的小型攻城武器 那是這個重型的腦炮 如果是中文翻譯的話 那這類的腦炮射程範圍很遠 而且子彈數量很多 那打這些成真戰其實是做得很好的 只不過就是呢,它沒有東西在前面保護它 那我想大家上網和人打過都知道 那如果在這些防守戰的時候呢 很多時候是進攻管方 放一些兵在哪裡的時候呢 你是可以看到的 反而在防守那裡是可以因應對手五火 那另外呢,這裡你會看到呢 上面的小眼睛,即是說 是隱藏了,即是對手是替我不到的 那我們就由慢動的開始了 那一開波呢,我這裡呢 有幾隊的弓箭手是可以在這個游擊部署的 那你會看到呢,我看到別人對面有一些 騎兵擺在那裡的時候 我第一時間呢,就把我一些 弓箭手,這些游擊部署的弓箭手 放在這個森林上呢 就可以看到它隱藏著這樣射的 是一個追擊技能來的 我沒有記錯在全面戰爭三角裡面 都有這類的技能 但是呢,就少一點會用 那這個時候也是 我的騎兵呢,一早就 就佈置在這個位置 立刻衝出來 那就是萬一如果它的騎兵 決定衝進去森林的時候 我有東西可以擋住它 那這裡離遠都要看到呢 就是,剛才說到 它的老炮呢,沒有東西在前面去擋住 那變成呢,我就放一隊的騎兵呢 就長驅直進呢 就想著呢,就 就殺得幾多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其實三角裡面的騎兵很厲害 那反而呢,如果你去看回 其他的 全面戰爭系列呢 騎兵是沒有那麼厲害 你看到呢 我的騎兵衝到這裏前面呢 其實已經射了一半人了 那但是呢 問題就是 剛才對手呢,因為呢 左右兩邊都沒有人 那變成了 你看到呢 他現在呢,就立刻要用 重型的步兵過來去爆炒 但是可惜了 已經被我的騎兵呢 貼到他身 那呢 他殺得幾多就得幾多 最重要是做到一個混亂效果 那還有他這裏 也有人用了很多的箭去射去 那這裏 剛剛就是我的三隊的弓箭手 的 游擊部署的追擊呢 就直接將人家一隊的這些 騎兵呢 就全部殺死了 那這個時候呢 他任務完成了之後呢 就可以進回城鎮 那這個騎兵呢 也都是他這裏 不會再推進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繞到其他地方 就準備去包抄他們 那這樣就變成 你守城其實不一定要 只是在城鎮裡面 就是你不一定要在這些地方裡面 才守 反而一主動出擊呢 可以打亂對手的節奏 那這個時候呢 對手呢 就看到了 我可能只剩下很少的騎兵 就不以為然呢 就繼續這樣進攻了 那但是呢 那這隊的騎兵呢 其實呢 他幫我把三隊的老炮 完全呢 去瓦解了 那這三隊的老炮呢 他基本上沒有什麼射過什麼 就變成 其實呢 其實是一個很划算的 交換 你看到對手的張桿 這個張桿 很明顯 看到他的頭盔特別不同 嘩 四個英俊 你看 斯巴達 那麼呢 就 他們是重圓步兵 這樣更加不可能追到 劇兵 那麼你稍後再看 那麼這個時候呢 對手損失了老炮的時候呢 就全部集中在一個地方 去進攻 那麼我自己呢 就不太喜歡全部集中在一個地方進攻 因為呢 很容易呢 萬一被別人一個地方斷了的時候呢 那麼你就變成 整班又不需要圍著一個地方 那麼反而呢 最少都要在兩個地方去進攻 那麼這裡就看到呢 我本身這三隊的長槍兵 是站在這個位置 那麼但是呢 我們站在建築圍的後面 人家對手在城外面是看不到的 那麼呢 我就可以把它呢 是隱藏著的 就躲在這個森林裡 那麼就變成 當對手呢 這裡 長距直進 在這裡的時候呢 那麼我就可以在這裡爆炒 就變成了 本身是人家進攻的時候 應該是我被人包圍的嘛 就可以呢 反包回對方了 那麼這裡呢 就看到人家呢 還有兩隊的騎兵 那麼就一直留意他 那麼我就變成 留下兩隊的很便宜的長槍兵呢 就在這裡守著我門後 就只要不要讓他呢 兜到我後路就可以了 那麼甚至你看到 我這裡呢 就把防線退後一點點 都沒有問題 就是因為呢 就算他真的要來 那麼他都要兜這邊 那麼我這裡都有東西防守 兜上來的時候 這裡都有東西防守 那麼就變成呢 其實可以不用理他 那麼這個時候呢 那麼人家的弓箭手呢 這個 Cretan Archerist 應該是基提 還是 我可能要看中文翻譯 那麼這個是在 希臘的南邊 一個小島上面 的人來的 那麼這裡呢 他們的弓箭手呢 就是在歷史文明的 那麼還有在這隻遊戲裡面呢 也是攻擊力最高的弓箭手 那麼這裡呢 你看到呢 我呢 我用我的弓箭手 就跟別人的弓箭手呢 就交換射擊 原因是 我的弓箭手呢 其實 他剛才這裡殺了對騎兵呢 就已經任務完成 咦 這裡的時候呢 對手上來 你看到這些騎兵呢 不是普通的騎兵 他們呢 是會 他拋鎬是一些遠程的騎兵來的 那麼這個時候 你看到我首先 找一隊的 的長矛兵呢 擋住他之後呢 第二隊呢 是直接穿過他呢 在這裡呢 形成了一個防守 這樣呢 其實變相 包圍了他 因為其實騎兵呢 如果他撤退他 他可以這樣向後撤退 那當然盡量 可以的話 你可以這一刻去包死他 你當然 就盡量包死他 那就變成了 可以用這種方法呢 直接去拉過去 好 那對手呢 斯巴達的 方陣兵呢 就衝到 你前面了 但是呢 這個時候 你看到我呢 的長矛陣呢 就向後退一點點 這樣就形成了 對手呢 現在呢 在這裡打過來 就變成 他本身呢 就是 他的裝備已經是好好的 那麼 一來一來打一定輸 但是呢 我退後 就形成了 我可以 包圍他的打法 就變成 但是呢 本身呢 是一振振振打 現在呢 就成了 包圍著對手了 你看到呢 弓箭手 哇這一輪 多漂亮 那這一輪的弓箭呢 在全面戰爭三角 是沒有可能做到的 因為 全面戰爭三角裡面的弓箭呢 其實 射的箭很多 但是其實呢 單體的攻擊力是比較低 你看到呢 我們這裡呢 羅馬爾的弓箭呢 你看看 戰戰都很到肉的 其中一個原因也是 弓箭 看到一隊的步兵呢 大概有120人左右 但是弓箭啊 這些遠程呢 只有90人 所以其實他們的 單體攻擊輸出很高很高 那就做到另外一件事 那這個時候呢 我這裡呢 就有 那這些步兵呢 那這些步兵就似乎是這個森林走出來呢 有二打一的狀態 那但是其實二打一呢 都不代表一定贏 因為 這個希臘 特別是這個斯巴特的重步兵 真的很強 那但是你會看到呢 羅馬爾其中一樣很特別的東西 羅馬爾有很多兵眾呢 是這樣子可以拋槍的 那這樣變成呢 你不需要很早呢 就叫他們去前面跟他打呢 那你就可以站在後面拋槍 那你會看到呢 我這個時候呢 我就向後撤退的原因呢 就留下一個位置呢 可以在這裏 這些位置去打過去了 好啦 你看到呢 我這裡撤退了一點點之後呢 就逼到人家呢 都看到不對路 因為被我左右包圍呢 他都撤退了 那這個時候呢 對手的弓箭手呢 似乎是 射了一些箭 你會看到呢 他拔刀上來呢 就正面打 這個做法其實盡量不好 的原因就是 弓箭手雖然射了一些箭 但是你的軍隊人數越多呢 你的軍隊士氣都越高 那變成你這樣呢 其實是白白犧牲了一部份的士氣 除非他真的很緊急 如果不是呢 其實不應該這樣做 我在這裡呢 我們看到呢 有一隊的 這些剝光珠戰士 他們是一隊很強的衝鋒步兵來的 那你就會看到呢 我在這裡呢 就在這裡呢 用一隊的兵 擋著我兩隊的時候呢 本身呢 就想在這裡衝過來 那對手呢 就僅僅 趕著一次呢 就有少少兵在這裡擋著我 那就變成 這裡的衝鋒 就做不到 但是呢 我這裡你看到 我有弓箭手 那變成我一隊的步兵呢 就牽制著他三隊步兵 那就是我們以前教過 以小制多的狀態了 那你看到 我的弓箭手呢 都去擋著 的原因就是 我現在呢 就在這裡的弓箭手 去射他呢 就盡量 點時間和不同的 就是我的人數比較多 那別人的 Cretan Archer 在前面 打完一大輪之後呢 別人就向前推進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亦都 不要在這邊跟他打 那你看到呢 我看到他推進了 就在同一時間呢 就立刻向後撤退 那這些 街巷戰呢 很重要的 你沒有必要這樣 站在那裡 和他one on one 特別是你看一下 你的裝備根本就不夠人 有什麼位呢 那變成 你可以站在這裡附近 去引人過來 當人家真的在前進的時候 你就撤退 然後就在四方八面 包圍他 那是一個比較好的打法 好了 在這個時候呢 你會看到 我的兩隊的兵呢 就喊了很多位 但是呢 浪費了很多事 那你也知道 全面戰爭系列呢 永遠是有這個體力的 那你見到這個Active呢 其實他們就已經消耗了一點點 然後這個Winder呢 其實已經開始累了 那 好了 那這裏呢 就是我剛才的騎兵呢 在外面呢 就包圍了他之後 你會看到呢 對手呢 就已經被我完全包圍了 然後呢 明明呢 我是防守 他是進攻的嘛 但是現在變成呢 就變成 他是防守 我是進攻的 那特別呢 有時候呢 全面戰爭系列的時候呢 你會看到一些很小的空隙 如果可以的話 你可以調整一些兵線 這樣去穿插過去 那一會兒你會看到我做的 那這個時候呢 他呢 就這裏開始打出來 那你會看到 這裏呢 就和他one on one的打 就壓住那個位 那這裏呢 也都是不需要那麽快 和他打 就拋一陣場的槍 好了 那這裏看呢 就見到呢 他衝過來的時候呢 那我也是 你會看到我這裏呢 包圍著他 這裏正面的包 那這裏呢 就可以這樣呢 那其實就可以團團地包圍著這裏 那你就可以 咦 那這時候呢 對手其實原來已經 離開了遊戲了 那 那 這場是第一次 我和大家是正式 玩這個全面戰爭的羅馬2 那呢 就看看大家還不喜歡 我之後會再製作多些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要留言 那 那 之後呢 我下一個再製作呢 就可能會講其他 一些羅馬2才會出現 那我們就 end replay 看看 那這裏呢 你會見到呢 有一些的原則呢 是我以前教過大家呢 在這裏都apply 你會見到呢 我基本上 你會見到 五四二十 二十隊兵 那其實 因為 三國裏面呢 有一個將軍 每個將軍 都是六隊兵 那六三一十八 再加三 就是二十一隊兵的 那其實大部分的全面戰爭呢 就絕對都是二十隊兵的 那第一隊就一定是將軍 剩下就是其他普通兵組 那就沒有那麼多將軍 那你就會見到呢 我也是一樣 就是 就是 尊重這個 量不重質的 你看到我的將軍 當然是一些比較厲害的單位 那然後 我有一些比較厲害的 步兵 這些 Chosen Swordsman 就是比較強 但是你會見到 我這裏一堆 Levy Three Man 這些是全部都很便宜 兩百一十元一隊而已 220元左右 那就很貴死便宜 但是他這裏呢 這些 斯巴達戰士 就七百元一隊 你就會見到呢 我的人數是二千幾 打一千四百幾 那就變成 除了我的戰術原因 那也是他的士兵數量 真的笑我很多 這樣就搞到他呢 就是被我包圍著 那你可以見到呢 我們見到 我的騎兵 這兩隊基本上沒有殺過人 殺人的數量是零 但是呢 他的那個震懾 在場外震懾 令到他呢 永遠都不可以把所有兵 一次個推進呢 一定要補回他自己的後路呢 就速成到呢 自己更加被人嚴重 包圍好了 你看到他的騎兵呢 也都很難 因為他被我埋伏成功 基本上沒有殺過那些什麼人呢 就死了 那他的將軍呢 殺了六個 應該是很早期的 那沒錯 那今天的戰鬥 是這麼多 我祝各位大老母運昌龍 再見